這張專輯 新專輯叫做常人嶺 然後在這張專輯就是除了跟大家說 我們已經18歲了 然後也讓大家知道說 因為我們已經長大了 那其實我覺得 這張專輯能夠看到我們白組 比較與眾不同的一面 就是還蠻大的轉變 對 我覺得到底的部分吧 好像封面呢 就看到了其中的內容有入其妝了齁 我覺得一點點應該是都有小小的性感 但是還好 那有一個是想說 變成了18歲之後 特別想做的事情 就是想談戀愛啊 喔 談戀愛啊 那現在有沒有對象呢 就是心裡面有對象 只是說單純純純 這邊有很多對象啊 好 也滿足幾十人吧 不包括你 啊 也不包括我 好啊 包括我啦 一起接的就沒有 我覺得不一定 就是 我覺得每個地方的朋友 也是可以是我們心目中喜歡的人 是 所以我這次新專輯呢 因為之前跑通告是跑得滿情的 包括了台灣的部分呢 也辦了一場售票的演唱會嘛 對 沒錯 對 我就覺得很 所以是我們第一次辦售票演唱會 也是我們第一場小型演唱會 對 然後我就發覺兩會真的是很用心的 因為呢 Miko Yumi Ju 就這邊練了一個各自的才藝啊 對 其實我們練了像偶像至敬的 很多的歌曲 就是像蔡玲的啊 然後羅志祥的 然後還有LCE 對 然後一部分也是特地學了一些 呃 樂器 就像我 Miko 我特地學了那個那個什麼吉他 對 因為其實我們小時候有學過吉他 反正說我我很光光 那時候後來演唱會我要重新學 對 而且那時候我們時間非常緊湊 就是我們才 我上了才三堂課 三堂課啊 對 然後我們鋼琴就是 因為我們一直 我沒辦法就是把鋼琴帶去 呃 內地什麼的 因為我們要拍廣告 所以沒辦法 所以只能在 因為記憶裡面一直在練那個 記憶那個執法這樣 對 一個旋律 對 我覺得那個 那一段時間是非常大的挑戰 對 是很辛苦 對 不過我覺得說 就看到大家的反應 那一切的努力都是值得的齁 對 那其實演唱會 我們一定在台北有辦過 北京也辦過 對 也希望說能夠在其他地方辦 那個小型演唱會 那你們是不希望我們在西洋部分 小型演唱會呢 是啊 對 一定要支持齁 所以